股票升勢持續 投資者要注意風險 升 又升 都是升 4月港股升勢零例 港股價量最高曾建28589點 教頭連續幾天住辦成交破2000億 創下歷史新高 有市民對升勢抱正面態度 你預計這個升勢即是行止 會升到大約多少點 在5月 3萬點 那你覺得這個升勢可以保持多久 大約3個月 好 股票經紀解釋 4月的股票升勢主要源於兩大市場因素 第一件事可能是追反海外和中國的升勢 第二件事也比較重要 就是中華政府給這個股票基金 來香港買港股 雖然股票升勢有望持續到5月 但投資亦有一定的風險 有見及此 經紀向新手提出兩項建議 一 有策略地投資 在投資前要做足風險評估和資料授集 不要人云亦云 二 可以先從指數股入手 因為相對風險較低 可以避免重大損失 那inks可以進入 一頓建議 比賽 也是 比賽 有些空虛 有錢 有錢 感谢观看